起步考結束了 等著放暑假 土城廣福國小邀請青少年純潔協會 為學生安排戲劇演出 不管是相聲表演還是戲劇演出 豐富的內容都讓小朋友看得好專心 來不及小弟了啦 我們家今天怎麼有那麼多小朋友啊 由青少年純潔協會所安排的戲劇表演 包括了預防家暴 預防性侵等主題 由表演取代傳統的宣傳方式 讓學生了解 不管是遭遇家暴 還是關於自己的身體隱私 都得要先懂得保護自己 那今天呢 我們是以家庭暴力防治的戲劇呢 來為小朋友帶來呢 希望他們知道說 如何呢保護自己 以及平常怎麼尊重別人 我們可以打110或113 來通報求救 也知道呢 我們在遇到家庭暴力的時候呢 可以保護我們身上哪些的重要部位 還有呢 要如何清楚的分辨 什麼是家庭暴力 還有媽媽可能平常 對你做一些小小的處罰的時候 那種的情況 其實也不算是真的家庭暴力 以防同學 可能看完宣導之後 就會發生一些事情 可能就會一直打113來求救 如果遇到了家霸或者是罵人打人 或者是家長沒事生氣 就要特別去打你 氣身在你身上 你就多打113110保護專線 或者是打給警察 戲劇所帶來的效果 和學校課程相比 戲劇略勝一籌 校方表示 連續多年邀請青少年純潔協會 安排演出活動 以不同的學習體驗能夠讓孩子知道 遇到類似的情況才能夠應變 我們每年都會藉由 邀請不同的單位 針對一到六年級 安排不同的那種學習情境 讓孩子不管是在性貧方面 還是兒少寶這方面 可以得到不同的學習成效 讓他們學會怎麼樣去保護自己 然後去尊重別人 暑假這段期間 孩子們不用到校 校方無法在暑期了解學生狀況 為避免家暴或是性侵的情況發生 讓他們透過戲劇表演 知道保護自己的重要性 降低憾事發生了可能性 記者林立吳智恆土城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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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